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您可以点击右下方的订阅按钮 免费订阅我们的频道 同时点亮小铃铛 及时接收影片更新提醒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人注定富贵的三个特征 缺一不可 快来看看有你吗 有人说人这一辈子 吃多少用多少 贫穷或是富贵 在出生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了 如此说来 好像后天的努力已经不起任何作用了 你是含着金石还是一无所有 上天都已经安排好了 有人抱着这样的思想不肯改变 认为自己付出也是无用的 因为命里就没有富贵 但是也有的人认为这样的想法是错的 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拼 自己的人生也许努力并不能决定所有 但是至少可以让自己的人生无悔 而决定一个人命中富贵的三个特征 缺一不可 快来看看你有吗 一 看事情太简单 总能坚持下去 生活中 我们都会遇上这样或是那样的困难 有时眼前的困境 会让我们一筹莫展 不知所措 甚至曾经一度想过要放弃 可是有些人 看事情太过简单 总觉得困难没什么 于是明知山游湖 偏向虎山形 只是最后你会发现 越是不把困难当回事 总想着克服苦难的人 这种看似简单的想法 反而能成为富贵的契机 生活中更多的人 是被一些小摩那所击退 自我放弃 觉得那是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还没有付出行动 就告诉自己肯定做不到 完成 完不成到不了 当你决定放弃的时候 任何希望都看不到了 因此 人命中富贵的第一个特征 便是思想简单 不把困难当回事 从而能够坚持下去 二 爱好学习 总想着提升自己 生活就是单行到 你奔跑的速度越快 你离终点才会越近 但是跑步之前 若不讲究技术 只会越跑越累 当务事而已 俗话说 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我们都应该懂得这个道理 为取得的一点小业绩 而沾沾自喜 好大细功 实在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越是看到别人的卓越 就越应该看到自己的不足 懂得自己知道的 见过的 掌握的 不过是冰山一角而已 你应该做的是 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 业务水平 以及学识和才能 有些人 我们以为 他是命中注定的富贵 其实他不过是 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而且坚持学习 填充自己的不足罢了 三 眼光新奇 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事 当我们自己 还在贫困线挣扎的时候 别人已经看到了远处的机遇 应该说 某个行业的兴起 大多数是由国外传入的 当你能够因此而开阔自己的眼界 就能够看到未来的机遇在哪里 拥有超前的意识 紧握时代的脉搏 你也能轻松拥有富贵命 有时我们是困在自己的生活圈子里太久了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怎样的 有时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在一个圈子里太安逸了 会磨灭自己的意志 也会失去想要去拼搏的动力和决心 但是当你看过世界之大以后 就会明白原来世界还有这么多种可能性 当你的眼界到达一定的高度 你就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机遇 而机遇在当今社会就意味着金钱 有的人不是天生的富贵命 只是把握住了最好的机遇而已 哪有那么多命中的富贵 如果没有后天的经营和努力 即使加油金山银山 最后也难免会落得落魄的下场 你生命中的富贵 除了天生的一部分之外 更多的还是要靠你自己 林泽徐说 子孙若如我 留财做什么 贤而多财 则损其智 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鱼而多财 亦增其贡 如果我们每个人 都能够有林泽徐的想法 那么世界该会因此而美好好多吧 因此 世界该会因此而美好多少 一个人命中注定会大贵大负的三个特征 缺一不可 想要得到什么 你就应该为此而付出多少努力 天上不会将富贵给你 每个人所拥有的一切都是自己努力的结果 本期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这个影片不错的话 请给我们点赞转发 同时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您的看法 关注一经风水 学习古人智慧 找到成功秘诀 还没有订阅我们的朋友 一定要记得订阅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